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媒体报道称 我国首舰自主化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 无伦第一级精业驻舰 已经顺利通过鉴定 对于我国而言 这无疑是我国重型燃机热端核心部件上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 而且 由于技术的共同性 让我国航空发动机在此次里程碑的事件中得到许多益处 虽说我国在燃气轮机领域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但我国仅仅是具备了重型燃机 冷端部件制造以及总装的能力 而热端部件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 我们尚未完全掌握 要知道 这项技术曾一直遭到国外的封锁 此次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 涡轮第一竞业驻舰的出现 也意味着这种局面被打破 同时 也为后续涡轮叶片的发展奠奠了良好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国首次自主铸造重型燃机达二十村一级竞业 并且还创造了许多记录 作为国家百项重大工程中的航空发动机以及燃气轮机 这两机专项至今为止已经取得了长途的发展 其中作为明显的表现 在2018年珠海航展商 在本届珠海航展商 坚实币TVC经验亮相 已经向全球证明了中国已经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网友称 坚实币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艘能够在首秀中表演所有特技的单引擎盘气式飞机 很庆幸我们有了骄龙战机 此外 还有网友表示 曾经我认为中国发动机不行 但如今我不这么想了 广坚实币这个飞行视频我都看了几十遍 此次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也意味着我国在未来航发制造上将会迎来大飞跃 毕竟对于发动机而言 热量与发动机的推力成正比 质量越好的零部件 所能承受的热量也就越高 同时也会获得更大的推力 为此 有不少美国人表示 中国已经准备就绪 将全面进入高级制造领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放